泡泡人 快告诉我糖果王国在哪里 我不知道 泡泡人 你就告诉他糖果王国在哪吧 他要去那里找他的妈妈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起来了 真的吗 我知道谁去过糖果王国了 他在哪里 快告诉我 他神出鬼没的 我也找不到他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找安安哥哥把他做出来 安安哥哥 你可以把他做出来吗 他是谁啊 他是神奇数字马戏团的新人物 这么多新人物你说的是哪一个呢 是他 就是他 就是那条鳄鱼 好的 我知道了 交给我 取很多种颜色的黏土混合在一起 你们猜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没错 它变成了暗紫色 取这暗紫色的黏土给这条鳄鱼做一个身体 这条鳄鱼的背部长满了鳞角 从图片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站着的 一般的鳄鱼不应该是趴着的吗 再取浅黄色黏土给它的头部做一块皮肤 它的皮肤长得像果冻一样QQ弹弹 而且还是渐变色的 它的头部是黄色 身体部分就变成青色 尾巴部分又变回了黄色 这个颜色的鳄鱼也太好看了吧 那么 小伙伴们知道这条鳄鱼叫什么名字吗 你快点告诉我糖果王国在哪里 不然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安安哥哥 你可以帮我做快一点吗 他父母都抽笑话了 我也想帮你啊 但是我又没能量了 怎么办 安安哥哥 我让小伙伴们都给你点爱心 增扎能量 哇 好多小伙伴帮我点爱心 我现在充满能量了 太好了 有小伙伴的支持 我一定加快速度 泡泡人 你放心 很快就能把这条鳄鱼做好了 现在把它的手和脚都安装上去 怎么这条鳄鱼看着有点像恐龙呀 它是鳄鱼还是恐龙呢 再做一顶帽子给这条鳄鱼 朋友们 你们看过神奇数字马戏团吗 第二集的新人物 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告诉安安哥哥哦 安安哥哥下期说不定会先把它做出来呢 果冻鳄鱼做好了 快点去告诉卡夫墨 糖果王国在哪吧 泡泡人 是你在找我吗 果冻鳄鱼 我记得你说过 你去过糖果王国 太好了 果冻鳄鱼 你快点带我去糖果王国吧 我是说我想去糖果王国 并不是我去过糖果王国 蛮 啊